国师馆台湾文献馆日前公布的年度奖励出版文献书刊的评审结果 其中政府机关所出版的推广书刊优等奖只有7件 罗东领馆处所出版的就占了两件 包括松罗之位、日志十集罗东领场祭祀 以及在宁望战后太平山 另外走读罗东制裁产业也获得了佳作 成绩十分亮眼 罗东领区管理处近年来都会出版一些 关于太平山以及罗东领场的一些文史书籍 那也是获奖连连 那在今年我们参加国家文献奖 也有三本好书获得优等级佳作奖 那首先第一本是松罗之位 松罗之位是罗东领区管理处力邀吴永华老师 来书写许多罗东领场第一首的老故事 其实里面有一些非常动人跟在地人情感连结的一些故事 那其实也获得了国家文献奖的优等奖 罗东领区管处表示在宁望战后太平山医书 让读者有机会看到许多未曾公开的太平山领场工作 以及生活的故事跟影像 而松罗之位日志时期罗东领场记事 是在地人做在地事的角度 引领读者认识罗东领场精彩的故事 至于走读罗东制裁产业 是作者透过文献考究跟齐勞访谈所集结而成 每一本都非常精彩 第二本是在宁望战后太平山 这本书是我们在宜兰县史馆馆长廖英杰的一个推荐之下 来找李中瑞老师帮忙出版 李中瑞老师其实凭借着他是一个对文史有敏感度的一个 一个就是调查家也是植物学家 那书写这本书其实引起了很多的 齐勞跟老太平山人的一个回响 这本书也获得优等奖 第三本是走读罗东制裁产业 因为以前罗东领场周边有许多的制裁厂 那这些老故事其实都没有一个系统性的整理跟汇整 所以我们也请佛光大学的蔡明志老师 以及在地的文史工作者林洪文先生 来进行骑劳的一个访谈 那这样的成果汇集了这本书 那这本书的完成也获得佳作奖 罗东领馆处荣获了国使馆台湾文献馆书刊奖的松罗之位 日志十集罗东领场记事 赛宁旺战后太平山 以及走读罗东制裁产业等三本好书 民众可以上国家书店网页选购 或是到罗东领业文化园区日光书茶院来购买 宜兰新闻剧者刘耀珍采访波导 本来的写真正是